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2年12月20日 星期二 农历11月27 首先进入药文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提出包括建立保障权益 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等 20条政策举措 日前 农业农村部发布 国家审定通过的1384个水稻 玉米 棉花 大豆新品种 此次通过审定的水稻品种品质占比 首次超六成 这标志着我国优质到育种水平 迈上了一个新海阶 19日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 关于推动家政进社区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5年 全国基本实现社区家政服务能力全覆盖 今天 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 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 仅次于三峡工程 位居世界第二 当地时间19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就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北京19日通报 对于居家隔离康复感染者自出现症状之日奇迹 居家隔离需满7天 阳性感染者解除隔离后可返港复工 无需进行核酸核抗原检测 19日起 江苏南京每日持续向市场投放退烧药200万片 153家零售药店统一拆零销售 每个顾客限6例 可凭医保购买 19日起 上海全市各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594间发热诊间全部启用 经证监会同意 19日上证50股指期权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 上市首日市场运行平稳 截至当日收盘 交易量达2.17万手 权利金成交额1.02亿元 19日 G五金坤高速广源至绵阳段扩容工程手作隧道 曹家湾隧道贯通 记者19日从中国石油获悉 新疆油田吉木萨尔页岩油的年产量已经突破50万吨 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录像页岩油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绩 日前 工业核信计划部 原党组书记 部长肖亚庆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政务撤职 19日 北京大熊猫科研繁育基地项目在房山区青龙湖镇开工 该项目拟建设成为极大熊猫繁育科学研究等功能于一身的珍稀宾威野生动物保护示范基地 预计2024年底是运营 当地时间19日 欧盟委员会提议进一步加强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的措施 目前 欧盟国家每年有超过7000人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当地时间18日 泰国海军苏可泰号军舰发生事故后沉没 截至19日12时 船上106名官兵中有75人获救 31人失联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消息 19日24时期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80元和460元 今天起 北京融合北京通办事与北京健康宝服务推出的精通小程序逐步启动上线试运行 广东珠海19日通报 20日零时至31日24时 所有京都澳口岸入境 出境人员调整为需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通关 中央气象台预计 20日至23日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给中东部大部带来4-8摄氏度降温 此外 此轮冷空气还将给东北地区带来京东来最强的暴风雪天气 20日夜间至23日东北地区降雪会逐渐发展增强 大部地区将有中道大雪 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将有暴雪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感染新冠后如何判断是否要上医院就诊 我们一般需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病人是 对于机家隔离康复感染者 自出现症状之日起季 居家隔离需满7天 如居家隔离满7天时 未使用退烧药情况下 发热症状消退超过24小时 且其他症状好转可解除隔离 如人有发热症状 待发热症状消退超过24小时 且其他症状好转后解除隔离 解除隔离后可返港复工 无需进行核酸和抗原检测 特殊行业和岗位的隔离康复和返港要求 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规定之行